三重高中积极推动双语教育 校长莫恒忠决定从自己做起 不但特别录制了英文版的防疫广播 还邀请了学生以英文和他对话 希望营造一个随时都可以讲英语的学习环境 三重高中国中部学生来到校长室 这天的任务不但要访问校长 而且还必须以英文访问 校长也做了最好的示范 全程以英文来回答 这就是一种木屋的音符 木屋的音符 例如花、蚂蚱、鱼蚱、鱼蚱、鱼蚱、唱片 这就是耳朵的音符 当你玩耳朵的音符 因为我们国中部从110学年度 七年级全面实施双语教学 那这个双语教学就是主要是一个沟通的工具 希望不只是在课堂上 在日常生活中都能够随时有所接触 制造一个双语的氛围 来协助我们迈向2030 国家双语政策的一个道路上去迈进 学校积极营造随时可以讲英文的环境 让学生可以有许多机会发挥 不但更有动力学习 也让学习英文变得很有趣 你觉得说这样子的一个学习方式 对你学习英文有什么样子的帮助 可以 比较不会这么的紧张 可以有很多练习的机会 然后增加人际关系之类的 你们为了今天这样子来跟校长做问答 大概需要多久的时间练习 其实也不多就一天而已 觉得校长一起在学英文 然后就刚好听到这个活动 然后就想要一起过来学习 不只在英文课上面学习 就是平常讲话也可以学习到英文 校长不但从自己做起 把握每一个可以讲英文的机会 连原本每天都听得到的防疫广播 校长也改录制成英文的版本 要让学生随时有机会接触 第九房间海灵锦鱼三重采访报导 就这样子来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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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